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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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我们收藏书信最多的地方 十一万封 十一万通啊 十一万通 十一万通啊 都很多很厉害了 十一万封信 古代的 那么他们办了一个展览 那今年上海博物馆要办展览 那么这里故宫 都一下子 不知道为什么对信这么有感兴趣了 那我们做研究艺术史 对信也特别敏感 除了因为信是我们艺术史 本身研究书法 这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之外呢 还有一点 我们中国人呢 过去呢 这个有书面语 其实信也是书面语 那我们中国人呢 有时候讲面子 平常好多话呢 你在他文集里是找不到的 你说哎呀 我看他的文集 他文集里都是很正式的话 他讲的都是很冠冕堂皇的话 可是信里面呢 你必须要交代啊 是吧 求人的 打官司 托人的 买东西啊 讨价还价 你不能说 当然了 见面 你就可以用嘴巴说 是吧 不见面怎么办呢 你就得写信了 所以研究 我们研究这个艺术史人 现在写信呢 给我们带了非常大的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丰富的宝藏 但是呢 能使用这部分材料的人呢 其实非常少 所以这些年呢 我一直在呼吁 我也写了一些文章 就专门讲信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信是草书写的 对过去的读书人来讲 是不存在问题的 突然呢 这个一下子 我们现在连动笔的机会都很少了 一下子这个读能读信的人就 就变得非常少 能读北 我因为从小嘛 就玩这个的啊 所以呢 这个 我能读信 那么 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件里面 真正能流畅阅读信价的人 其实是少数几个人 所以正因为如此呢 其实 这么大个宝藏放在那个地方 大家又不能行 而且呢 现在书籍呢 不断地扫描 扫描了以后呢 又转成了凯体 很多的书 古代的书已经能够 检索了 啊 什么寺库啊 全书这早就有了啊 中国基本古籍库啊 可是信仨你还不能减少 所以这部分材料以后呢 成了一个巨大的宝藏 同时大家又拿这个宝藏 很长 很长的时间呢 拿它 无可奈何 就是说啊 所以这个你们呢 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 就是说啊 你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 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份材料 可是同时呢 又不能够 这个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各个场合呼吁 培养这个 这个 这个 能够阅读古代书信的人 那么全国加起来 多少东西 我们一点不知道 故宫有四万头 故宫是四万 国图原本没有认真统计过 国图的量是非常大的 上海图书馆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因为当时 上海图书馆的馆长 叫顾廷龙先生 他是个非常有远见的 一个馆长 这字写得非常好 苏州人 他当时就讲了 因为那个时候很便宜的 几块钱买一本 一本里面就有可能一两百通 那个时候他就去收购去增集 人家不要的时候 人家大家都看这种书啊 谁看这个东西啊 他就说这个东西好 他就把它全买了好多 增集了好多 所以这个 他就弄了就非常非常多的信 正因为他的这个影响力 信 现在上海的信 这个也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很领先的地方啊 全部都加起来 不得了 那么最近我们国内的拍卖 非常 这二十年来非常的兴盛 那么这个拍卖里面呢 也大量的信杂 我没人统计过 但是我想起码几万通没问题的 巨大的一个量 所以就把我们这个古代的东西啊 这个就越来越揭示出来了啊 那么现在我就今天想大家介绍一下子 我们中国古代人是怎么写信的啊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不太了解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写信文化 你不是说不去写封信吗 某某您好 就是最后啊 此志敬礼也好 或者祝你好 新年快乐什么的 古代没那么简单的 非常复杂 过去讲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 那真是礼仪 现在我们非常简化了 把这个事情搞得非常简化了 那么现在有了email 有了微信以后 连称呼都没有了 上来就是直接发给那个人了 就是个固定的一对一的一个什么东西了 性质也没了 打印出来也都是一样东西 整个的这个文化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今天呢就实际上想讲一下子 这个中国古代的书信文化 介绍它的历史 介绍它的社会功能 介绍它的艺术 还同时介绍一下子 我们古代怎么样送信的 我们的邮政怎么样子 有什么东西 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就是利马逗 意大利人 很著名的一个传教师 1580年到中国 1610年死在北京 这人了不得啊 从这个澳门到了广东 从赵庆然后南昌一路北上 最终打到皇宫里去了 这了不得一个人 那汉语说得很好 那么跟中国有很多交了朋友 那么我们为什么讲利马逗呢 利马逗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叫《中国扎记》 是个法国人后来把它整理弄出来 这本书特别好看 对我来讲好看啊 对你们来讲怎么样我不知道 就是他里面讲了好多东西 就是他是个外国人 他到中国来他会观察 他观察了以后呢 他会观察了好多的这个习俗 跟欧洲林彼亚 他记下来了 当然这个我们中国的习俗也在变 是吧 那么他记下来以后呢 很多东西中国人呢 就是生活在这个当中的话 他不会的这个记录 就是你 你理所当然的 可是他觉得奇怪 那好多东西呢 现在时间一过了以后呢 我们一看像我这样的人 研究过古代文化的 都觉得奇怪 打个比方他说 官员的官印 睡觉的时候是放在枕头旁边的 这个东西我们过来 过去的书里是没有的 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官印也要放在 必须眼睛能到的地方 不能把官印丢了 丢了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就行了 所以他这种种的记载啊 好多好多的记载 我们今天 中国人的书里是没有的 中国人因为太习以为常了 我记这个干什么 每个做官都这样子的啊 所以可是他记了 他觉得习惯 他记下来了 可是今天对我们时间一过以后 也变得很奇怪 他写过一段 非常有意思的 一段话 是关于中国人写信 我给人家讲信了啊 他讲中国人写信 李马逗 中国大家记得的 他就在中国 他就发现 中国人特别喜欢写信 这个写信民族 喜欢写信 他发现了中国的书面语 和日常谈话的语言 差别非常大 就是他这个书面语 和差别非常大 那么中国古代呢 以来就把大量的注意力 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 他说跟我们西方传统比较 我们喜欢辩论 中国人不辩论的 他们更想的是写 到今天我们的政治家 跟西方的政治家比 还是不太互说 可是我们的 但是你看我们中国的画家 绝对比西方的画家会写 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我们画家 我们会写 我们好多的艺术家 特别会写 当然也不能排斥 西方没有会写的艺术家 但是我们普遍的会写 结果他说呢 他们的辩才 只建于写作 而不是口语 结果有时候 甚至住在一个城市 而且很近的朋友 也是书信往来 不见面谈话的 他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啊 那么同城往来的书信 就非常多 这个是对的 有的时候 现在苏州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存在的 明代的信账 一天有三五个网 一天有三五个网 网来 信怎么送呢 小用人 啪 送过去 送过去以后呢 你别走啊 当场回信 又专地 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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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以后呢 来回的往返 他就一天有四五个来回 所以你看信一般也很短 信也很短 而且呢 不写日期的 不写日期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天呢 就这么往来的 同城的一看日期 对我们研究艺术史 就有个问题 不写日期的 同城往来不写日期 异地往来 日期 有这个日期的 同城往来 没日期 有的时候有个月 有日期也没月份 有日期也没月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苏信文化的一个特点啊 那么你看看 中国人写信多不多 这是一个上海的 一个上海人 叫杨宝光 他的日记 他是生在晚清的 他的日记里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Fox 你们看不见 看不见 看不见啊 看不见啊 看一看 调一下 好 我就告诉你们 他呢 这个日记呢 流水账 他不是让有的人 记住什么思想的 这个也是日记的一种写法 他每天都分类的 分类的 你可以看到呢 他这个初期啊 他是天时 晴天 人事 今天干什么什么事 然后呢 汉 汉毒 汉毒就是信扎 然后这个地方呢 初纳 初纳 他们这个人特别仔细 他每天花多少钱 他都记得 他是个县官 官不是很大啊 哎呀 这个油买多少钱 什么东西 这个是上海一个 小官 小官 官不大啊 做过县令 你看啊 每天给谁写信 汉毒 这个地方 他这个每天 今天一共三封 这个呢 不止了 一二三四五 这个这个这个 四封 每天啊 写信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他的内容 避记的 避记下来的 哪天写过去以后 过来才收到谁 我们中国古人讲的 写信呢 给别人写信的叫智 他每天一定写到智 凡是负信呢 回信他不叫写信 他叫负 智负 他就是这样子啊 那么 我现在再讲一下 我们那个官方系统的信呢 今天不在我的谈论范围之内 我们官方系统有另外一套 这个这个这个公函系统 非常发达的啊 也是非常发达的 我今天讲的是私信 只讲私信啊 讲私信 那不是公函 这个讲讲他的历史 那么历史呢 这个 我们诗经里面 就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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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诗句啊 打个比方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武术未定啊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啊 但是呢 我们最早的一封信 有人说 哎呀 其实这张图 我不知道怎么搞 今天 今天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把个版本 不一样 这个调 那个图 这个 大文口 在公元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发现一块词片 陶词的 这个陶 陶片 陶片上有十一个字 等会儿结束了以后 把这个图找出来啊 十一个字以后呢 有人说是最早的一封信 但是这个都是说说而已的啊 但是我们的像诗经里面 我们关于 关于这个信的这个 关于信的这个记载很多啊 特别是 写信呢 当然是 当两个人见不着的时候 才写信的 那么古代呢 哪些人写信多 当兵的多 商人多 做官的多 因为他跑来跑去嘛 是吧 做官的多 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 祝房地还没有一定 哪个人烧个家信 有谁回转西方 请他烧个平安 这都是我们诗经里的 的东西 古诗石九首里面 课从远方来 诺义书扎 这个就是这个诗的啊 怀书 智书怀秀 三岁自灭 得到一封信非常不容易 反复拿出来看的 也放几年了 通信非常不容易 那个时候啊 那我们最早的现在 食物可以肯定是信的 是秦 秦 秦的 秦的一封信 这个时候 应该在秦始皇统一中国 前一点点的时候 那是秦国的封信 那已经在打仗了 这是在湖北的 湖北云梦的地方 那么是写给这个 兄弟的信 那么这个信呢 实际上呢 相当于是非常长的 一封信 讲的都是一些杂事 带东西的东西 从家里带东西 那么是当兵的 这俩是当兵的 当兵的 那么 这次我们早期的 信的这个 一个一个 我们现在发现的 这个 信呢 因为这些年 我们出土的 汉简啊什么的 特别多 里面官方的文书 就特别多 那么刚才那两封 黑肤那两封信 实际上是私信 我们知道 最早的可以考定的 那块陶片上的 丁春陶片 上面那个 是不是信 因为字 大家还有争议 是不是信 还不知道 有人在猜 可能是封信 那么中国早期 信渣的文化 非常发达 我就讲的 发达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书 教你写信 这个书呢 我们就称为书仪 称为书仪 它指的是 写信的程式和范本 就是你写信 要遵循哪些规矩 那提供一些范本 供别人模仿和套用 那么这方面的书籍呢 也特别多 月仪 所谓月仪呢 就是把信分成 十二个月的信 冬天的信怎么写 一月的信怎么写 二月份怎么写 三月份怎么写 它都很讲究的 三月份什么 草木就长得很长了 黄荫到处乱飞 它是讲这种东西的 然后夏天寄了一种水果 它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这个书籍 然后呢 妇女怎么写信 朋友之间怎么写信 和尚怎么写信 它都有的 还有呢 红白喜事怎么写信 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规矩 这个传统呢 一直从 我们从汉朝就开始了 汉朝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是 刚才你最大的信 黑乎的信 写的是带东西 托老家的人带东西 是在竹子上 是在纸上 竹简 木简 木简 竹比较窄 木简 木简 我们叫的 云梦琴简 但是它是写在上面 写在上面的 不是刻在上面的 但是这一定不是最早的信 因为有了文字之后 文字的功能就是跨越时空 所以它一定不是最早的信 但是这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信 就是 就是应该是公元二百多年 三世纪 公元前二百多年 说错 公元前二百多年 那什么东西写的 墨写的呀 墨写的 毛笔墨写的 它 带东西非常琐碎 可以你知道那时候当兵蛮困难的 它也不是 它是摇椅发到那边去的 那边那时候秦始皇他们秦国已经开始统一中国了 就是 开始不断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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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乐仪帖 就很重要的一个书法作品 它就是讲这个乐仪的 讲每个月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 能发现的很多的东西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关于 中国 你看一看 上面是 七月孟秋 九月季秋 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 特别讲季节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那个文化里面 到现在讲 我们的春节什么的 讲季节 那个季节的时候呢 就送礼品的 你到浙江去 什么时候吃梅子了 什么时候吃信了 什么都跟季节有关的 下雨都差不多 那么那个 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那个告诉你 这个时候呢 写信的时候呢 几月份的是送什么东西的 都是你该怎么写信 你该怎么写信 所以这个 这个传统已经很长时间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藏有一个明代 灰州一个商人的 这个七百多封信章 这个信章里面呢 有一个很大特点 你可以发现 写信很大部分是送礼 我们中国人 真是讲送礼 图特产品 还有石仙 就是这些东西 送礼的东西特别多 你看唐人的月仪呢 我刚才讲到的月仪 方金鹰蹄绕树 细鸟银铃 柳絮金飘 花飞乱银 它这是套语啊 你不见得完全跟这个一样 但是它这些套语 六月份呢 那就是自从分昧 各处辖方 祭祖观山 音速断绝 虽寻仰日 尽可为老 然后这些套话教你的 慢慢的去学 这是六月的 六月的事情 那么我们书仪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书仪后来发展成的 最早的时候就是简单写信 到最后你可以看到 书仪它发展成 后来的人称为书仪 它其实发展成 逐渐的发展成 一种叫做日用类书 有点像什么呢 像百科全书 生活百科全书里面的 那么书仪只是一个部分 因为书仪为什么重要 它就在于写信 起码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就有了人际关系 也就具有了社会性 而在中国这么讲究 礼仪的社会里面呢 它实际上 在很多的规定上面 很多的这个方面呢 都有很具体的规定 那这是书仪里面 包括的一个叫 所谓的五福图 那也就是说 最深就是我自己 我父母 他这个讲的是 你披麻待笑 父母去世了以后 你守上了 守多少年 这都包括在书仪里的 这包括书仪里面的 所以书仪它实际上 是跟社会的礼仪 有非常关系的 所以你看 那书仪静这本书叫做 是唐代的 那么这个就是 可以看到的书仪 那你看 这是元代的书仪 它叫心边 是文类药 起扎 清钱 它这里面包括的 远远不是写信的东西 但是它一定有写信 写信就这么重要 你看到写信里面呢 它就告诉你 它叫活套门 给你套用的 这里面分什么呢 第一个 距离 距离 是要 怎么样距离 你上来要学某某端速 某某惶恐 某某顿手 然后呢 对 气血 还有和尚呢 叫河南 记手 它就有各种样子 你这个词不能乱用 和尚词你不能用到 我们在词上 我们词不能用 我们不能用和尚词 所以它有这个 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这是教你的 你看到 你地位烧尊的人 给写信 你要写 端拜上赋 惶恐拜赋 惶恐再拜 这个就很具体的 平辈的人呢 惶恐拜顶 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顿手拜顶 顿手顿手 背下的人 济世上赋 就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扶植的人什么呢 就是在耸伤的人 家里有人去世了 就叫扶植 那你那个时候呢 就是欺血什么什么的 生家人怎么拜 然后 道家人怎么拜 这个规定的非常的 然后呢 下一章你可以看到了吗 称呼钥匙 居里是一方面 称呼又是一方面的 称谓 我们中国人的称谓 古代非常的复杂 你不能乱叫人的 是吧 你不能叫名字的 名字是毁 你一定要避开他 对长辈你不能叫名字 只能叫他的字或者号 或者是他的这个 这个摘号之类的 这个不能乱叫的 叫官名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名字直呼的 是吧 不能叫赵紫阳总理 不能这样叫的 这个你可能叫赵南洋 他南洋人 反正古代都有字号 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看到那个呢 送礼 送聘金的 怎么样请人的 接受聘金的人 怎么回信的 娶媳妇的 怎么样请人的 然后呢 要付别人约的 怎么样写的 这个人各种各样的东西 规矩多了 你看一看了 这个东西 所以这都是写信的 文化的文化 那这封信呢 是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 是明代苏州的 一个很著名的书法家 叫陈纯 写给他老师文征明的 文征明也是大书法家 他什么呢 说他的儿子要结婚了 第五个儿子要结婚了 你可以看到啊 门生 陈道富 顿手 上旗 然后看着 这个抬了这么高 横翁尊师 文横山还讲的啊 尊师大人先生 然后写了 把自己的名字写小一点 算右靠 都是这样子的啊 门下道富 为第五全子 白 叫纯百 纳富 薛氏姓薛的 普洁得金 四月十八十六日 我们这个 这个黄道节日 学好了 那我 备好了书果 请您 光临 就是 这时候是 取付的 这个 这个 聘书 不是 这个邀请信 这个 办这个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它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写信的这个方式 我老看这个 盾手 这个字 盾手 盾手就是 就是向那里扣手 就是 拜一下 这样子啊 那就是 对 鞠个弓啊 对 鞠个弓 然后有的人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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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虚伪 盾手 就是嘴巴上写的 他没写完 还真自个 给那个 盾一下 当然有一个 书法家 忘了是谁 绕一圈以后 他先盾一下子 再继续 再把信封起来 寄走 他说我是真盾手 他说 你们全是 嘴巴上说 盾手 这个 这个 什么事 盾手的标准 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太清楚 各个朝代 可能也不一样 但是 盾手 起码我们从近代 开始就盾手 一直盾到 盾到了清代 一直盾到了民国 还是盾手 没改过 王羲之就盾手 就用这个词 王羲之的时候 公元三世纪 到 史诚碑也是盾手 对 那汉代了 对 盾手死罪 对 盾手死罪 你说一点也不错 史诚碑也是盾手死罪 我想说 但史诚碑不是姓詹 对 姓詹碑是一个碑嘛 是吧 我讲是姓詹里面有盾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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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我们现在存在的 存在的 这个 王羲之的一目贴 就是盾手 是吧 这个 这个 快些实情 快些实情 那多了 多了 那么 我现在因为我们的例子比较少 唐代的书信 留下的例子非常少 唐代很奇怪的 信息留下来少 反而是王羲之留下来多 近代道反而多 唐代非常少 那么接下来就宋代 宋代的宋代 我们现在留下来非常多 几百封应该没问题 那么宋代的信扎里面呢 留下了一些 我们今天可以观察 我们古代写信多复杂的一些例子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你可以看到 宋代比较长的信扎 它有的时候呢 是把李杰给简化了 就是它包括某几个部分 但是不是一定这么全 但是一个比较完备的 一个长的信扎 它分九个部分 复杂吧 分九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距离 第二个称位 第三个提称 第四个前接 然后本事 前接就是讲点 反正讲点套话 然后本事 才是讲正经事 多了八糟 讲了半天 你看日本人到现在 还有这个特点 你跟日本人开会 说前面给你讲一大堆 这个和会议无关的东西 美国人干脆 上来就是这个 日本人就是 哇讲一大堆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是诉讼 然后结束日期亚述 亚述 这个我们先来举一个更新看看 那么距离讲 什么呢 就是惶恐 刚刚讲过了 顿手 祭手 再败之类的 就是居底 称位什么东西呢 要反映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反映 这个我们 智书人和受书人之间的亲书关系 这是专门在中国 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 中国你看古代就有人写书 叫称位录 哦 这不得了 专门就有一本书 讲怎么要称呼别人的 打个比方什么叫老伯 什么叫尊亲 什么叫贤弟 等等等等的 这不能乱叫的 不能乱叫的 不能乱叫的 但是翻译起来的话呢 你也不能乱翻译 他经常碰到什么人 就是大人 你不要以为这个大人就是老板 不是这样子的事情 还有一会儿呢 老秦伯 那个老字 你不认为老 从比自己年轻的人 就是叫老呢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 就是要注意 这个文化是个科技化 是个科技化 这个不见得就一定是老什么的 那么 打个比方 官身 什么是官身呢 我 打个比方 我是做官的 我现在呢 回家守丧了 我 如果父亲去世了 回去守丧了 守丧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地方上呢 我就是个官身 我实际上还是享有一定的这个待遇的 那么我给周宪官写字的时候 写信的时候 一定要叫至于地 你如果是举人的话 叫至教地 这个都是有这个 有规矩的 这个称呼啊 非常规矩的 那古代的人的名字字号也很多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 这个信扎的时候呢 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经常那个字号啊 它不用真名的 它经常不是这个 这个称呼的时候啊 某某大人 他不是用他的 我研究吴大成 他不会写大成先生 他用 一定用别的东西 所以经常我们在 考证这个字号的时候 也遇到一定的麻烦 也遇到一定的麻烦 所以研究古代信扎 刚才说有一定的难度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 就是吴大成的一部信 吴大成的一部信 你可以看 他写给 他这个时候是 他已经做官了 他写知于地 看到吧 这个七什么意思呢 七 就是 家里有人死了 这个七呢 实际上呢 就是 或者写志 他完全是根据 你这个死掉的这个人 跟你的 上妻 大概比方 这个时候他是祖母死掉 他祖母死掉 祖母死掉以后 他那个时候呢 不写志 写妻 就这个妻 那么他就回到苏州了 所以他就将出巡护 丁日昌写信的时候 他就要做 志于地 大公主 就是 地方 第一把手的 一个通臣 就是第一把手的一个手 现在我们说书记 现在 书记 中国 这个这个呢 省委书记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些规矩呢 我冬后再介绍 冬后再介绍 那么提称 刚才是我讲的称谓啊 提称 他就开始了 加上乱就了 除了这惶恐惶恐是距离以外的 阁下 大人 台座 前界呢 就是开场白 哎呀多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上次怎么怎么样子啊 什么的 你现在身体好不好啊 乱就好 不讲正事了啊 客套话 客套话 本事 才是本 今天要跟你说的正式内容了 啊 祝诵 哎 就开始这个就是要 要要什么 祝你怎么怎么样啊 结束的时候 一般是匆匆不宣 啊 这个写得比较快啊 或者不一一 然后呢 日期 通常只计月日 有时候只有日 甚至没有日 没日期 有年的 在哈佛大学的 七百多通当中的信里面 有年号的 我想不会超过十通 甚至在我的印象当中 不会超过五通 就非常少 就是在合同情况下 他们会写年 这还是个研究课题 但是在晚清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可能受到 西方的影响 有些人就经常写年了 开始写年了 为什么总是说五通 不是五峰呢 这是古代的一个 信扎的一个量词 就像我们讲印章的时候 也讲一方 不讲一个 就是一个习惯称呼 我们讲一条鱼 我们不讲一个鱼 是吧 一样 一个鱼 你也知道 怎么合适 所以它我们就讲 一般都通 鼠鸭 就是签名化牙 后面还有 还有副行李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这个路由的一个 一封信 路由的一封信 上来是 由顿手再败 上起 众公四郎老兄台座 他就开始称题了 前界就是 哎呀 是不是多长时间没了 本事讲这个 讲这个 这个这个 讲一个 灾害的事情 祝诵 从获祭庆 言灯不宣 然后 这个日期 然后顿手 某某 由顿手再败 然后日期是正月十六日 这是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一封信的 他的几个部分 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盖那么多章 这个盖章是后来收藏家盖的 后来一家章 那么印章盖 信章 信盖章的一般呢 也有盖的 也有盖的 比例还不低 那么一般说来呢 明代开始越来越多了 但是大概也能达到十分之一二的这个比例 那也是可以的 有的人盖 有的人不盖 那么我研究一个人叫富山 是山西的一个书法家 他盖印章的信不多 偶尔比较正式的印章 他盖的印章 不到十分之一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盖的 盖印章的习惯呢 宋代开始 那么宋以前是没有 王羲之的没有一方印的 没有一方印的 宋代开始有人盖丝印的 但是很少 很少 很少 请问那个时候 时间是用的是印力吗 当然是印力 然后这个 如果是有年的话 那就是直筹银宝那些 对的 他有的时候用皇帝的年号 重庄几年 对的 他那个 宋代表在外的前后都这么 是的 他距离的时候做这样子 都是的 上来再 后来还有一个 而且后面没有落他的名 没有落了 油 哦 就那么小小的 油 写自己的名字都是小的 油 要写小的 对 所以说法的角度 看路有的 他写得很好 写得好 好 对的 好在哪里 这个 怎么说呢 你要先好吧 首先建立一个参照系 也就是说你看过很多人的 做一个比较 那么 他的字呢 比较受尽 也比较求尽 做比例的角度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但是我跟你讲 他在一般书法时代 我们认为他写得很好 那么写信的规矩里面呢 还有一个叫平缺 平缺 平缺你可以看到的 你看这个我们诸过写信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到一定的地方 他就 他就 不再写才去完成这一行了 这是写信的规矩 那个时候没有标点符号 没有标点符号 到什么时候才有标点符号 相当晚了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才有 对 那个 平缺制度 这是我们写信当中 非常尊重的一种制度 平呢 就是说呢 遇到收信人 和他相关的制度的时候 我们要另起一行 或缺什么意思呢 就我省指或者干什么 我不把它放到第一行去了 我缺空点壳 你就是打个比方 你碰到 你给我写信的时候 写到这个地方 你碰到白千盛先生的时候 千盛先生的时候 你要共两个再写千盛 这叫缺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东西 这是平最早开始的时候 他给姨母写信 去够姨母 他这里不能再写下去 姨母一定会在这里 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看路由这个就更多了 到这里为止 所以在没有标点符号的情况下面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指向 所以我们要看原信 你排成千字以后 都没有空格之后 有的时候容喜阅读 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 有一个老专家叫徐邦达 这个名气非常大 但是徐邦达先生在试读信诈时 犯过一个错误 就是他忽略了平缺试读 而这个平缺试读实际上告诉你 这件事情 这里开头指的那件事情 是收信人的事情 他误以为是写信人的事情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定是收信人 因为这个平是告诉你 就是收信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平缺的 看到这是路由的 您再讲 是不是也叫抬头 抬头 对 抬头同时我还再介绍的了 他一台二台三台 刚才你看到文正明那个台了五台了 台了这么高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是平缺 你看啊 会书 你写给我信 资成会书 你看这个就要控住了 资成你会书 知你的体重小不安 知你的你加个你就行了 不神 你所苦者和 那就是 敬和药 你堂上 遵夫人 怎么样 你只要加个你就对了 全对了 所以他这个平是起这个作用的 看到吧 所以他非常严格的 所以中国的这个书法的这个东西呢 他实际上和那个日本的那个 讲明的书写是比较活跃的 长长短短长短短短的 因为他不是 他是等于拼一门字 我们方块是一个一个一个字搭起来的 那么正因为有了平缺 实际上信章 后来就得到别人的喜爱 就是因为他的章法特别的活跃 跟一般的正式的书写比起来 比较活跃 你看这个就是 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吗 他这里也是 孟福 张孟福自己写的 很小小的 给他中风和尚 尊钱 就讲你 慈悲 你的慈悲 你的命 他这个叫奉命 奉你的命 你看 这个叫 你看 才两个字 他都不写下去 他一定要换一行 这是我们讲的平缺 平缺 那他是不是要 毕业用那个名字 不能用那个名字 不用你 也不用我 他有的时候用名字 或者用老师 你看用老师 他说 中风是个和尚 很有名的和尚 他叫老师 那么他有时候用老师 老师 看到吗 每次遇到老师 他就换一行 他不能写下去的 不能把老师 接下去写的 不能的 他一定要另起一行 遇到别人 就另起一行 你看 所以你看 老师 三个地方都是老师 你看不到当中有老师 你也看不到底下有老师 一定是三个 他这个心还不能一去花城 还要改来改去 不用改来改去 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 你看起来的东西 对对对 就像他们看你打字 这个用盲打 你这指头 怎么能碰到那个地方一样 是吧 在他们看来也不可思议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一个习惯 到了那个地方 看到什么人说什么话 你看日本人 他那个里面的禁语 女人一下子 碰到同辈人 同辈上辈人 他自然反应了 他生活在那个文化里面 他这样的结果会比较好看 但是他这个结果呢 也不是为了书法 它是个规矩 首先是符合他的社会的规范 但看起来还好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刚才看到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东西呢 和书里面的 完全是matched 它是吻合的 就证明这个书 不是书 这是元代的书 赵姆府的信是元代的 它完全是吻合的 那么刚才有个先生 讲到抬头的问题 我们那个平之外 还有抬头 抬头呢 你可以看到 吴大成呢 称自己是鱼 年鱼指吴大成 锦炳 他这是写得有点邪了 这样子的 他有一抬二抬 遇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二抬 遇到他的手遇的时候 一抬 他不但是平了 他还抬一格 这个就更多了 三抬 雨声刚才这封信 我们给大家看过了 吴大成写给江苏巡抚 丁日昌的 第一个抬下来 第二个 八座 是讲 北京的 各个部委 相当于我们现在各部委 中央的官员了 再下来 皇帝 他说这个意思 这个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他提到另外一个人 他没有抬了 但是是他老师 结像 结像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知道吧 李鸿章 李鸿章是结像 结像奉命 奉谁的命 奉皇帝的命 所以朝他们走 又高了一格 看来 所以这是三抬 这封信有三抬 最高的时候有五抬 能抬到五抬 所以写信的规矩蛮多的 那么写信的字体 也有规定 也有规定 你看这是吴大臣 写给母亲的 写给父母的信 一般都要用 很规矩的字体写 写给哥哥的 就不需要这样子 行书可以了 没问题的 这盖的那个图章 是当时就有了吗 这不是图章 这是他后面的尖纸 尖纸 纸上印的花纹 那么有的时候 他还用自己呢 用正式字体 他用大传来写 这很难读到 但是他的老师 潘祖英 也会读大传 所以他 现在我们一共发现 吴大臣用大传写信的 五个人 五个还六个 这几个都是学问很好的人 都会读的 才能这么写 这个一般人 不太会读啊 这个 不是假古文 就是经文 比假古文晚西周的时候 假古文是商代 晚几百年 晚个四五百年 晚四五百年 这样子的 这个是你看字体 这个是写给陈介琪的 他也懂的 三公大司上讲 这个写给老师的 用隶书写的 这是余悦写的 余悦写的 这个是小传写的 传书写的信 这是特殊的字体 传书肯定是很恭敬的 大家认为的 开 它也是正体字 历书 传书 楷书 都是正体字 就是规规矩矩 不是草写题 行书草书 才是草写题 这种写信的 都是很规矩的 那么母亲的信 你可以看到 这个文正明 写给儿子的信 就写得非常的随便 草书 没问题的 这个他的两个孩子 一个叫文鹏 一个叫文家 草书 这是美国的 欧万哥先生收藏的 他称他太太叫三小姐 他太太信 三小姐 四系也台头 不台 给儿子写不台 你看给儿子写 给老婆写不台 老婆也不台 但老婆给老公写什么就要台 老公给老婆 给他哥哥写就台 给他母亲写台 你看给他哥哥写就台 给他哥哥写台 他辈分低的他不台 明白了吗 这个很规矩的 辈分低的不台 给儿子也信就轻松做了 闲哪闲哪 他就一点不用考虑到台的 平缺的问题 夫人给丈夫写三小姐嘛 刚才不台的嘛 如果三小姐来写 三小姐写可能要台的 那是中国的一个历史 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历史 是男子女背的 那么男子女背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他的家书里面 你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人 因为书信的传递的不变 所以信呢 主要是给家里报平安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有个词 叫平安家书 所以家书底半斤嘛 那个时候叫平安家书 你报个平安报道以后 你知道 否则你誓死誓活都不知道 所以平安家书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专门有一个说法 凡人得家书喜剧相伴 因为其不知道信中所报 是喜是忧 故平安自不可缺 是见之则喜 这个实际上 他这个平安家书 是写在信封上的 一得到 你就知道了 没事了 这也可能是凶训的 所以这叫平安家书 所以凡人家书 你首先就要告诉 平安家书 我讲个 告诉你一个例子 我一个好朋友 刚才讲到的 叫华仁德 他在江苏东台 插队落户的时候 考上北大了以后 给他妈发了个电报 邮局的人在天津里叫 华家妈拿电报 把他吓死了 后来他妈妈就说 你写回信吗 把我脚都软了 那时候没人发电报的 他说谁发电报 他说你高兴了 你发给我 我吓死掉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就这么一个 道安代还有这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不发 谁发电报 写回信 其实写回信 东台过去就两天 但是他因为要告诉他妈 插队落户的人 考上大学了 他就很高兴 所以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 那么古代的信是怎么样 包呢 它是卷起来的 卷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这个一放下来 这个封上面就写好了 平安家书 你看这个是赵孟虎的一个信 管道生赵孟虎太太的 像赵孟虎太太写的 可以看到吗 安书拜上 平安书 对的 安书拜上 然后就写什么呢 尊亲家太夫人装钱 你的书装台钱 这是盖下足下 这个实际上都是台什么的 台什么的 台齐什么的 这实际上都是一个客气话 然后才是道生跪拜 小小的 他其实这个都是信封 看到吗 修行人在这儿 安书拜上 道风 锦风 它是封住那个信的 你卷起来 最后那个条 他装表的书把它弄在一块 所以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古代的 这个信筒里面这样子的 你看这个 请问白老师 如果信他是想 告诉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就不写了 就不能写这个安书 那一看当然就知道 那一看头一看 那个安书 对啊 但是你要知道 不好的消息的 比好消息的概率要低的多 就死人的 所谓的不好 其实就是 就是凶训 是吧 一般你 不到重病的时候 一般说来 你人还能写信的情况下 一般都还写信的情况下 一般都还写信的 所以写信的 就是报 报平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润四月 刚才有招呼代理 这有什么假的吗 有有有 他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老给他太太代比 这没有 他太太的字不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了 管道生的字 对 王生也是 对 也是一个著名导家 对 他爱护他太太吧 经常给他太太代比 可以一张纸啊 你选起来 你看 但是这个你看 实际上是表情的 两张纸 看到吗 润四月二十五日 平安信 赴文鹏 是这样子 看到吗 实际上是 这个是横山的横 这是他一个花样 这个是 是给他儿子的 平安书 所以呢 你看这个地方 润四月八日 平安家书 记 两个孩子 看到平安书 是不是 又是在封面上面 所以封面上面 都写好平安书的 那么这是我们上海 卢安区 1969年出土的一个墓 一个墓里面 发现了一房印章 印章就写好了 平安家习 也就说明 他的信符上面 他盖了这个墓 就是说你不写也行 所以就这房印章 告诉我们 这个传统实际上 行之久远 行之久远 但是呢 胡州 我现在 杭州旁边 有个叫胡州 有个叫胡元 那个人 学问特别好 他呢 有一个故事 关于他收到信的时候 这个说明他多专心 他在泰山求学 反正家里寄来的信 上面有平安二字 马上扔到山里面去了 不看了 家中一切都好 不看 不看 所以呢 就是这个开玩笑 就讲平安家书 讲这个用功多用功 就是说家里 反正一切还好 我也不看了 所以这是胡元 那个故事 那么你可以看到 能证明 看他那封信 他叫千金家暴 家信 这就是家暴 千金家暴 现在讲尺独 尺独的书法艺术 尺独呢 这个 刚才再讲 回到利马窦 利马窦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还管理了一点 他书法这种艺术 在中国比欧洲更为重视 那么早期的中国书法呢 实际上主要是通过 尺独来 流传下来的 那我们有的这个 汉代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有这个一些这个 记录 比如说 汉明帝的弟弟 唐帝刘牧 他 自写的好 他生重病的时候 皇帝呢 派人骑着一马 去找他在病床上面 写十封信 他的信写得太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 信渣已经成了 因为是个自由挥洒的 跟官方的文书比一样 文字已经开始 在私领域里面的表达 的精致性 已经逐渐发展起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 收藏 私人信渣 已经从汉代就开始了 另外一个叫 陈尊的人 信善书 语人齿读 祖戒 长举 宜贝容 给别人的信 也开始收藏起来了 在近代的时候 王羲之的儿子 叫王献之 自子敬 他写给简文帝 写给皇帝的 写给皇帝的十封信 一封信有十张纸左右 他最后说 我这封信写得挺好的 希望你保证起来 也就是说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呢 就是描写 通过书信来竞争 谢安呢 也算书法 他呢 看不上这个王献之 王献之呢 每次写了信以后呢 想我这封信写这么好 一定很欣赏 先把背面 拿来写了信以后 寄还给他 你看到 安折提后 达之 还给你 你这不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古代没有画廊 没有什么所谓的收藏的时候 其实信扎那个时候 就成了一个大家进行 艺术交流 或者一个交流 互相学习也好 互相的笔试也好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么 齿都能成为中国书法的 一个特点 最重要的书法的形式 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 齿都在这个书法 以刑草书为主 它是一种最自由的一种书体 书写的时候 相对的写 跟公文相比 它比较带有私人性 跟朋友谈话一样 那么史足的章法特点 刚才讲到的那个东西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使用的是一种 比较简洁的书面 同时还有一种使用的 坚持 这几个方面 使得书法成为 很重要的 一个书法的 一个载体 那么草书 我们中国古代人讲呢 草书和楷书不一样 草书可以纵横 可以书法 楷书呢 就相比之下 就显得拘谨 所以刘希寨说 清代人说 观人于书 莫如观其行草 观其行草 那么按照这个庄子说 你喝醉酒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 这个人性情 那么这是我们 西晋的一封信 比较早的一封 写在纸上的信 比王羲之早 因为是西晋 那么这封信呢 是用张涛写的 那么也是个墨记 那么大家现在认为 他书写得非常的流畅 这个他这个字呢 就是他的一些笔画 非常厚重 这是王羲之的上乱贴 你可以看到 他的重负 有一种风气 他看起来歪歪倒倒 达到一种 非常显觉的平衡 而且线条非常的 电话非常的 这个爽利 流畅 这是奔驰 你看他的转笔转的 这个地方 非常的清晰 粗细 这样子 下来 挨毒 这是王羲之的儿子 丫头丸贴 像一串之间 这样流畅的 流了下来 这是他的上海博管 藏的 那这是 王羲的博眼贴 你看他顿手顿手 有两个字 姿态不一 这也是对 一会长一会扁 姿态非常的丰富 这个不克身 非常的囚禁 你看这个身子的最后的一束 这是别等等 这个远子呢 我觉得很像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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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洛神父里的画的 画卷的这个一个女性 顾盼有之啊 回头的一看啊 是菜香 写的这个 成心堂纸上 那你看这个 这书式的 只有这样子 只有在 在行草书里面写信的时候 很 很随意的情况下 得意的时候 这么 这么能写下去 这是 弥符的 非常爽利 所以书写时候的心境呢 相比之下 塑造的约束呢 其实比较少 当然也给当官写不一样 给领导写不太一样啊 那个一定写得非常的恭敬 一般说来 它是 书写得比较快 就像谈话呀 所以我们在 南北朝的时候 有个艳演 使读书书 千里面目有 也就是说你打开一个信的时候 熟悉的这个人信 你如同见到这个人 因为字是有个性的 其实今天 这就是我们现在微信和电子信 不有的 全是那个签字 印刷体 是不是 你没有任何的个性 已经没有任何的个性 加十二点 啊 加十二点 加这个小小小小 还有章法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像赵木福这个章法 你一般的写正式的文件里面 是不太可能有的 长长短短 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也没设计好 这个地方一定要谈到老师了 谈到对方了 所以他写到这两个地方 他没办法 他一定要 另地嘛 你弟弟嘛 就是你弟弟 另地怎么样 所以他一定要上去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有三个字的 有两个字的 有四个字的 也有比较长的 长长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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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 尺度是我们 中国书法的 在形式上面 最丰富的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形式 而且是不代表 不代表任何的设计性 是一种随机的 一种 随机的一种 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一种发挥 那么 这是内容 尺毒是讲成尺寸吗 尺毒呢 对 它最早的岁是23.1米 它是剪毒上面发展出来的 后来我们就称为尺毒 就是把尺毒 作为信价的代称 早期也是这样子 其实后来我们当纸了 已经不用度 那么尺毒的收藏 那么一直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信价的 那么信尖 信尖 信尖呢 信尖呢 我们中国做信尖的时候 通过染啊 通过压啊 还有这个 所谓的一些 加工方法 那么非常的丰富 那么信尖呢 其实也有各种的用途 打个比方 汉林院的官员 我是满几届的 我给前辈写信 都要用红纸 这是有规定的 习 不是有规定 习俗 习俗 所以你一旦看到 吴大成用红纸给别人写信 你首先想 他是不是他们同 那个人也是汉林院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规定 那么这个是 这个清代初期的 大都会藏的一个信 八大山人用的这个 用的信尖 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一个 我的照片 我拿数码做拍的 反映不出来 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真正精彩 这也是八大山人的 那么在明末的时候 其实制作兼职呢 也非常的 八大 这个也是八大山人的 他生命的最后 一封信 他已经 长到身体不好 这个是当时 南京以后叫石株栽 刻的 做的那个 这个信间 这个信非常有意思 福山呢 因为参加反清活动 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 他太有名了 他可能要判死刑 他那些朋友啊 怕以后得不到他字了 把好纸都送到监狱里 叫他写字去了 他就是在监狱里写 他就是在监狱 你可以看到吗 丰收 树树故我欲似 他其实 等着中央派 就杀不杀头 但是呢 地方官他们都打理好了 反正他人不逃出去就行 你平常树好吃的 树什么都没问题 他们都给他 好纸好笔墨送进去 叫他写信 这张纸什么纸呢 石株栽的纸 现在我们很少见到 是南京 最好的 南明的 做兼职的 这就是 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兼职有的时候 特殊用场 那么兼职你可以看到 二世纪的时候 不是二世纪 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甲午战争之后 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签订的 下一年 苏州人江标 做的一个信件 就环宇通问图 实际上你可以连改革的意识 都印到信件上去 这个有点像 那个政治宣传品一样 那么我现在讲一下 由于中国 中国由于中国 书法 它是一个需要典范 临摹的书法 它不是你画画也好 它的艺术语言的学习 主要是通过临贴开始的 那么像王羲之的这种私信 被收藏之后 为了扩大它的经典的影响力 我们开始的两种方法 就是复制的方法 这个复制的方法 在过去主要是分为两种 一个是通过磨 通过纸张覆盖上面 把它磨出来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刻贴 刻贴从宋代开始 我们把它刻在木头 或者刻在石头上面 然后做成塔 这两个结果 是什么结果呢 就是私信进入了公共领域 对不对 原来就是私信的 当然现在 你说上士比亚有个封信 它一定也进入公共领域 但中国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公共领域 是通过 它不是 文学当然也是一个内容 它主要是通过书法的 通过书法的途径 进入公共领域 像王羲之这个 唐恒代的时候到了 奈良时期 到了日本 收藏在郑昌苑里面 后来现在是皇家的 一直是皇家的收藏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私信 他讲的是 他们家的木被挖了 他非常的悲痛 因为他们是从北边 逃到南边来的 那么这个是他的 另外的就是 课程贴的 课程木头上的 踏出来的 这个也是私信 讲的都是家里的琐事 所以把这个私信 变成公共的领域的东西 在我们中国很早 这是重二则贴 里面大部分是私信 这是王羲之的 行当贴 左边的是 摩本 唐代的摩本 佩里斯顿的 右边是课本 所以到了最后 我们四人的收信的时候 在同代人的时候 陆游还活着的时候 他名气太大了 浙江金华的一个寺庙里面 已经把他的八封信 刻在了 这个庙的一个碑上 向外面公布 这是一个最早的 比较早的一个例子 就是把古信 所以你今天到 苏州着重园里面 你可以看到好多书条石 很多是私信 很多是私信 也就是说 读私信的这个东西 很多 这个苏州土土管 天象小的 你看这个也是私信 有的时候 而且我们在读私信的时候 其实蛮奇怪的 我们把它转换成了 一个语境了 它是讲东西 你看这个 这个是张序的 叫肚痛贴 内容讲起来是 这个内容讲起来 是蛮怪的 要服药什么的 所以 大家关心的是 科工的好坏 书法的好坏 内容不管 内容不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写信的时候 就准备公开 为发表 为发表而写信 特别是名人 你看这个是陈鸿寿 陈鸿寿写给他 一个朋友的信 他呢就是 写在画上 自己画了当画 然后写了一封信 这是陈山写给他朋友 一封信 对 他说有一个人 跑到我这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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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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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了 又要字 叫什么的 反正我 早起 史虚报 来人就 要我当场 写回信 史就是 送信人 因为我写字 完了 我给你写个四条符 最后两个字 带捡 给你的信 就当作给你的信 这是 是福宝石 写给王商一的一封信 他那天呢 因为王商一也是个画家 他没有信纸 直接就写在这个画上来 当然他知道这个画 早上表起来 大家都能看到 所以他把这封信 就写上去了 就写上去了 那么有没有 大家不希望 别人的信 保留的信 当然有 很多信 人家不希望 你看 你看福山这封信 村子之间可笑 台昭兰 敬 既火之无流 祖主 台昭兰 名气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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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信里面 讲什么呢 福山是一个 外面的形象 是一个很忠诚的 一个明朝的移民 这封信是写一个 清代官员 要求捡税的 他们家土地税 等于是开个后门 但是这个 魏夷这个人呢 很厚道 这封信上 基本上没有收藏意 也就是说 在他家 传了很多年 他不把公务出来 不把公务出来 你看这个条也是 写给科的信 月后付丙 丙就是火 曾继泽 曾国藩的儿子 夜半后整理各处信 自写的好的 留 已经付了 自有不好的 烧 那么古代的 这个 世人送信呢 现在讲送信了 同层地送 我们称那个 写信的 送信的人呢 称使 称驾 称平 称谱 称谱 称利 称竹 称竹 异地送信的话呢 也一样这样称呼 异地送信呢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你打个比方 这个就是 拖老乡 带过去的 最早的两封信 拖老乡 他要一年换 换房 换房 一个村子里 他那个 这个称带比较厉害 组织性非常高 他征这个 征这个兵啊 你这个村的 这个 这个部分 今年 爭取 五五两年 明年的 替换 他这个其实 有一定道理 就是说 一个村庄人 除了互相照顾 打仗 除了互相受伤 有这个关系 后来 乡军就是 地方部队 比较厉 他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 通常带东西 兴趣的人 把老换的人 带回来信 兴趣的人再带回去 他实际上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系统 在里面 所以带信的 其实上是一个 东西 那么这个是 去年我到 到这个甘肃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 印在我们邮票上的 就是一个 德国人写的一本书 关于中国的 书信文化 那么他就 号称拿了一个汉奸 检读 书信人骑的马 驿站上的 驿站上的 这中国的 我们中国那个 邮政总局的那个 邮政 邮票上面 有一个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国 书信文化的东西 那么 我现在讲一讲 这个明代 加苏的帝送 早期的 我们材料比较少 加苏帝送 文正明是哪里人呢 知道吧 苏州人 苏州是什么呢 当然是经济发达地区 明代是最发达的地方 上海还没起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到北京去做官 递家信都非常困难 我给你们看看 他这么写的 第一封信 由他自己带了一个家丁 在淮安的地方 从苏州到了淮安以后 带回老家 第二封信 在徐州 碰到同行的 同行的蔡宇的乡人 拖着带回家 第三封信 到了山东柳城 碰到一个官员 方豪带回去 方公立马相待 草草做此信 遇到了后 那个人满安走了 你就赶快迅速地 写了以后 带走 第三封信 托一个昆山人 带到苏州 第五封信 托某某的家人 带到苏州 第六封信 托随时的老乡带回去 第七封信 托他一个用人带回去 第八封信 托一个他认识的人的 朋友带回去 第九封信 某人的家人回去带回去 所以没有 这封信写了之后 除非是有人立等 否则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寄信 而带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知道 家人什么时候能收到信 这是明代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事情 去离现在还不算太远 也就是四五百年 四五百年 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的钱 所以他在北方时候 写了一首诗 书记故乡 何日到 何日到 不是到的 还有一首诗里讲的 风提玉记家人信 何处南帆有汴州 他是走运河的 因为他们那个苏州运河 经过运河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写信还是非常的不容易 送信 那么吴大成这边 写金函三封 脱水 带东西 由于太急忙了 我的字没写好 太潦草 这就是写信 你可以看到 是个非常临时的 突然知道某个人要走了 当场写 写了又带走 同城比较容易 说来说 异地就非常困难 一般普通的人 比如说一个边塞的士兵 要带回家 只能通过老乡 苏州人 做官最多 考科举的最多 商业又发达 带信 还是这样困难 证明什么东西 那但是从宋代开始 做官的有一个特权 就是可以利用官方的驿站 来传递私信 这就不得了 中外存疗 许以家书腹地 开始了 这个顾兆西 是苏州人 他日记里写的 均从秦中义地来 从陕西的官方的驿站地来的 客栽 得他信 叫徐辩带去 叫一个卫兵带去 折辩 吴大成写给潘主英 北京的 他在吉林的时候 托辩 给中央送折子的时候 官方的折子 奏折的时候 托信带过去 这个写给哥哥的时候 以后 加信 你看这游异地 有一战地来 以后托的写信呢 你就是 也这么记法 那么我再讲一下子 郭东涛 中国驻欧洲的第一个大使 湖南人 湖南人 他的日记里写了一段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一个侄子 他当时官做大了 他官做得非常大 他这个侄子跟人家牛皮 人家说 请你叔叔写对联 好 他们一个人专门跑到 他叔叔那里求那副对联 求完了以后 还叫他叔叔付银子 付文付钱 郭首昭的 这个信里面 在这个里面发怒 说你这个家伙混账 你乱吹什么牛 还叫我付银子 其实那个时候 送信其实是相当贵的 专门的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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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个信 你这么派专足 送来 你在干什么 你这 外面乱吹牛 这样子 所以写信那个时候 是这样的 那么古代 我们写信 有油筒 这两个字 跟今天的油筒 不一样 它是一种竹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信是 到后来是平的信 平的 它是这样子 可以卷起来的 所以古代叫油筒 这当然就是用竹子了 竹子把它封起来 可以保护不被水的侵害 油筒不绝非 木齐心边屡往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古代的时候 它这个信的时候 它可以卷起来的时候 到这个时候 应该是已经平了 到这个时候 是吧 这么一个状况 石有油筒 这也是油筒 这也讲到油筒 油筒有变 天启既因 这是大画家王世民 写给他的弟子的信 好 现在我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写信多 当时写信的 大概的判断的是 这是晚清 从陕西到北京 立封信 二十多天 长不长 很长啊 还可以啊 但是你看看 等会看到南方就不一样了 北方当时因为路路多 他不如南方交通方便 北方路路多 所以你看 那个时候信封呢 陈大老爷 他那个时候呢 这边呢是 几月几号 他在那边交了这封信 然后他记得 几次三月至日到 他几月就到了 以后我算了下 简了一下子 二十六天 二多天 这是吴大成 在捷律的时候 写给天津 走了十五天 那这个道是谁家上的 道是搜信人家 寄信人当然不知道了 你不能规定别人几号道 不可能的 搜信人都寄 一共十五天 这个呢 我统计过 上海图书馆藏有 王以荣 发现甲骨文的王以荣 山东人写给陈介奇的信 陈介奇是山东雷县 晚清最大的收藏家 在北京写给他的信 陈介奇写给他的信 是拖 专足带去的 一般是 十一天 我这可能写错了 十一天 最快的一封信 八天 因为背面 他写的 王以荣写的 他到的日期 最快的是八天 一般是十一天 平均十一天 有时候十二天 也就是稍长一点 他这个信怎么记呢 一般说来 你如果完全走 那个陆路 没这么快的 他家是在违访 就今天的违访 叫违县 他走到哪呢 走到丽金 然后从黄河 到东营 这个我们有一个 圣里油田在这儿 知道吗 这是黄河路海河 然后坐船 到天津 坐轮船到天津 由天津 再进北京 走这么一条路 才比较快 你如果走运河 没这么快 所以那时候 是充分利用轮船的 是充分利用轮船 那个时候 十九世纪下半期 蒸汽机的船 已经到了中国了 这个是大概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 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送信的这个 这个价钱 他信封上 都给你写好了 走一次 其实非常不容易 因为陈建奇呢 因为他大收藏家 大家需要他的踏片 所以他能够 北京的一帮收藏家 需要的踏片 他每一次送信 是不止送一个人的 他经常带去一批 所以呢 就是你看大家分摊的 你看这个地方呢 酌情赏与茶资 喝茶费 这个实际上就是钱 酌情信资 劣付 按照你们规矩付 而信资 酌赏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多了 还是明确了 赏金票四千 因为他带一个 他带了一个木匣子过去了 酒力 就酒力 然后这里写的后悔信 然后这里像他加快一样的 寄头 这上面都有 收到北京麻 就给我收过去 寄头 所以他这个信 有各种各样的规矩 寄头 就是快递快递 各地的币质 你要问我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各地的币质很不一样 他这个 在我的想法当中 他应该是 二两多亿 但是呢 这个呢 是非常贵 对 但是呢 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点呢 他 王以荣会把他分摊 你交给他以后 信王以荣再交给别人 同时再收酒资 就是大家一定是分摊的 一定是 不是一个人来收的 一定是分摊 就是一定要分摊 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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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贵啊 真的很贵 白老师 当时 那个送信的 那个信 送信那个人 他是不是他的工作呢 他就到处收信 然后就收信 他这个人姓傅 他叫傅族 看到吗 傅族 他心里面专门讲到 这个人有时候不带厚道 还有一个姓徐的徐祖 比较厚道 他还在信件里面 谈到过这两个人 这个人呢 一定 角力比较好 年轻 家里的家里的仆人 家里专门做 或者他们当地的 同时还在继续讲 你们还有看的 还没完了 这是九日一照付 这个代销 看到吗 看到吗 代销 你帮我代销东西 所以他代东西过去 销东西以后 一定要分摊这个费用 陈介奇是一个 中国 这个收藏家里面 最有经济头脑的之一 因为他 使他发起的 就是大家一起 集资 去做踏片 把一个人送到 几百里以外去踏片的人 然后大家 他算好的 对用多少 住宿多少 然后大家平摊 他平摊意识非常严重 所以他一定是这个平摊的 光你一个人 送一封信 给你送那 那个谁也负担不起 太贵了 太贵了 他一定是大家分摊 而且一定有 这个踏片的 这个交换的 那么晚清呢 我的简讲快结束了 晚清的其实呢 除了这个专足这个以外 像陈介奇是个个例 因为他因为 这个生意比较多 派人因为比较可靠 你把一些东西 就是踏片 比较珍贵 艺术品 你如果 拖这个随便的信息 去怎么样 我就专门派一个人去了 反正大家分摊 分摊这个 分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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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晚清呢 凡是和跨地域的一些机构 都担任 都担任送信的这个功能 特别是票号 什么日商 日升差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 养好 各个外国人 拍的养好 还有呢 就是轮船局 招商局 那这些都是私营的吧 私营的 英国美国 这都是什么国营 国营的 这个董事在讲到 私营的 而且私营的这个利益呢 其实是很大的 就办起了这个东西来了 你看 这个时候呢 信局 根据顾文斌 一个官员的记载 他在宁波做官 他是苏州人 从宁波 到上海这边 武松这边进去 然后船进去以后 宁波到苏州的 信件的往返 四天 非常快了 死了去靠水路 走这个内河不行的 一定要靠轮船 他直接送到上海 上海这边呢 就是在从吴松江那边 进入苏州那边 所以他这边呢 就是四天 所以呢 船就不得了 船就不得了 所以票号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要 各地的银行 他有业务 他这个像钱庄那样子 票号 洋行 各种外国人的洋行 在广州 宁波 就港口这一带的 送信也非常的发达 这封信呢 非常有意思 是王以荣 就是陈杰奇 写给王以荣的 最后一封信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叫 付足给他送信了 而是通过信局 送信 但是 这个信局 你可以看到 没有统一邮票 王以荣 陈杰奇事 1883年去世 1888年 邮局成立 这就是邮局成立之前 有各种各样的 小邮局 各种乱局 各种乱局 叫做送信局 你可以看到啊 内药信 既凡贵便 这个便也是一个 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 送信人 并信资 多少钱 二百文 同济交 天津招商局 看到吗 招商信局 招商局 是轮船公司的 记妥记 北京 哪里 到这里交了 交给王老人 信到金时 酒资 加给 这个药信 你还要付酒资的 因为那个时候 还不规范 付信的时候呢 交到 金烟局 金烟局什么呢 天津和烟台的 通信的局 信局交给以后呢 在由烟台的 在由烟台的 御龙德行 一个洋行 送到违宪的信局 来交 绕多少圈子啊 绕多少圈子 但是实际上呢 还比那个专途要快 而且它是成批的贷 所以应该便宜 所以陈杰奇 后来也开始走了这个 但是你可以看到 各种训局 在没有中央 统一的情况下 转来转去非常复杂 前二百文 前二百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邮票 贴张邮票 统一邮票 什么东西啊 你用文的钱 和后去讲一个大字 是负责的 这个看很壁之时 你问我我也不太了解 这个比较复杂 看 就是说他先交二百元 收责后再付他 对 那个付的人还交 对的 收信的人还要付 所以当时的各种信局 其实是非常赚钱的 其实当时也就是 有像郭松涛 他们很早就提出了 就是要建西方的邮局 翁冬河他们 要建西方的邮局 这个国家可以 国家可以来赚钱 所以实际上 1888年开始有了 国家自己的 统一的邮局 那么到了这个 180年代 就是陈杰奇 那个几分以后 中国的政府举办的邮政开始了 也有了我们所谓的大公邮票 最后我就讲了 现在也没写新闻话 那么我呢 就是把这个过去的描述一下 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描述 也没什么结论 也没什么一个conclusion 反正大家今天 就是手机微信 电话 要么电话 我跟我朋友那个信 1983年到2000年 2000年以后 我们也不同信 连美国的电话费 已经很便宜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也不写信了 也就到2000年没有了 我现在 书名叫什么 书名叫飞红 飞红 就是红面的红 红面是传书嘛 因为它在封面上 正好是不长一块宝 当是两个红 那两个大雁 这个他叫飞红 所以 这个 没了 你可以看到 我过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朋友写过的信 这个他都知道了 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北大的一个同学 也是很著名的手法家 他在 他在 他那时候都写信 都跟我毛笔的 这是 85年吧 85年 对85年 8485年 8485年 也没有了 我实力之情 明镜是能不能 这有这有 这有 他是研究古汉语的 他的 他的工作就是研究古代谋话 也是研究书法的 他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古汉语传业毕业的 他没给你各种抬 没有 他不抬 他不抬 我们两个都没有 他不抬 他是地 对 他是地 所以他不抬 我写要抬 对 他说 他上次说 袁行佩教授 现在中央门事馆馆长 那么到我们学校来参加答辩 听说呢 你也责贵了 就我考上研究生了 1985年 然后呢 怎么怎么样子 希望你 还是希望你前来留洋 干你这行 一定要留洋不可 果然第二年真的留洋了 所以这个 他现在给别人写信 偶尔写信 还是用毛笔写 他是个写信的 主要是寄东西 你寄本书啊 什么东西 里面加账条子 还是写信的 平常呢 所以我现在也不能写信 有空打个电话 所以 这个 这也没办法的 但是我们 过去很丰富的 可以 我讲的是非常简单的 我讲的是非常简单的 美国是哪一时 过去以美国写到中国是十五天 但是原来的美国的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上海的邮政 在我那个长大的时候 白天你从红口区到徐汇区 下午就到 对 那时候你一直写信 对 这个整个中国写了很多年信 不出三天一定能收到 一定能收到 他那个收信的时候 我说是四次还不准开箱 这个九点钟几次 然后几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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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信两次 一周七天 一周七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这个美国能比吗 美国 美国开信箱 我们到美国的时候两次 我看过的 两次 现在 两次你周围的信箱 你就扔进去 两次 礼拜六 半天 礼拜天不开 跟中国没办法比 邮局那些人背的那边 称分量的 今天超过二十几 不背 他有国会保护 其实邮政过去的时候 就像中国的这个手机 也比美国那个网络发达 我这个 我去看 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 手机就没有了 我这个东西 他的覆盖面不如国家 就是说国家确实有他的这个 你到中国 你跑到什么西藏 跑到哪都有 都能用你的手机 你绝对不用担心 你的手机没有信号 谢谢华为 一位问题 不是 清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信 而且好像还 对李清道他们当然写信 那么很 是宋代嘛 你也知道是宋代 宋代 没有异战 有异战 那时候有异战 有有有有 异战很早了 从秦代以前就有了 对啊 我就说 我们因为看了很多信 就是他跟 他先生这书 信用往来的 是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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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但是说明还是挺发达的 发达 我刚才讲的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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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的系统 总是发达 好 就讲到这儿 请大家提个问题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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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说 我那个朋友的收信 您在收集信的时候 是按时天 还是按人来收 我不收集 我放在那边 一堆放在抽屉里面 就放着 这回是因为 人家整理了 觉得我听说 我有这么多信 他们要 要要出版了 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对 平常我 我不是 我不是有 对对对 我有好多信 但是我 你可以弄folder 你拿一个那个 一个火焰夹里面 把它拿一个塑料 很容易放到 这就很好了 这就很好了 您好 我问个问题 像日本 她这个 书信文 她保存的 就比较 就是说 安秤 原来很多 她是从藏用带来 以前 她现在写给 一般人收的话 她比如说 她尊称 就会写给 yup yup 对对对 对对 她的自语叫 沙玛 对 她又是比较尊的 然后她 抬头 就是 就不是遁守而已 他用的拜祈 拜祈 對 也是中國有拜祈 最後到結尾 他是些禁句 禁句 對對對 像這種 中國有的 中國有的 對 中國 就是他 我就說 你就說 像他這種階段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他這個一定從 他這個称謂 他這個称謂 日本是學中國的 就是學中國 從唐朝那時候差不多 對 奈良時期 我提一個問題 就是 我先說一下 聽你講這兩個感觸 第一就是說 很多國粹 像我們 雖然跟你就差兩個年級 但是我真是覺得 有一點的代溝 到我們這個年齡的人 基本上就 就隔斷了 也不代溝 因為我是專門搞這個的 不是 那你總小的一些修養 也比我們要好一些 我們就是 等於有一點就是 像我們給小孩子 教說點 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都不懂 所以這點覺得 特別有遺憾 另外就是說 看你這樣講 就是說 就覺得你特別能夠 自得其樂 其樂你在享受你 你研究的這些東西 根本不覺得是高 好玩啊 對呀 是啊 是啊 所以這點特別羨慕 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講的那些格式啊 有些是關於私人的 但是公文 公文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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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學是從公文開始來的 要是寫錯了 有沒有受到懲罰的 寫錯的話呢 古人關於寫錯了以後 有懲罰的 這個例子有 有的 寫錯了以後懲罰 有的 或者格式錯了 格式錯了 當然就是 起碼你沒規矩啊 你沒規矩啊 沒有 對 沒規矩啊 這個 這個 然後 我們畫畫亂講 我就講你 是吧 寫錯了當然也可以圖 它有專門的圖改頁 我們古人的圖改頁 那麼 所以 這些保存也特別不容易啊 保存非常難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 我們古代的信紮 唐代的就非常少 唐代的元性 比宋代的少 少很多很多 因為近代的反而多 近代的多 就是因為王羲之是當作 書法作品來保留的 唐代的 我們是靠悲客傳下來的 那麼你像 著名的書法家 歐陽巡 有兩封信 張寒貼 孟電貼 有兩封信 那麼 余世南 從來課貼裡沒有 但是元寄都沒有了 元寄都沒有了 所以 唐代的著名書法家的 信紮留下來的 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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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一下子特別多 米符啊 蘇東坡啊 黃金尖 大量的信紮留下來 幾百通沒有問題 所以宋代是我們這個信紮 保留的現在 是比較多的時候 越上西了 對 當然了 一直有 一直收藏 這個從王熙之靈開始就已經收藏了 蘇藏信紮這個事情 因為他古人的時候寫的時候呢 是一個很運心的 是一個發揮蘇法的一個主要的載體 所以 蘇信在中國的保存 恰恰主要是依靠蘇法來保存 對 蘇法的價值來保存 我問個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印章 您知道是從宋代開始 還是零代開始 私印開始 有一種印叫白氏 白氏 對 就是跟協性有關 就是跟協性有關 對 他是說 紅白是那個白嗎 不不不不不 告白的白 對 所以就是告白 就是蘇信永江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寫信後面又忘了 又加了幾句 美國叫PS 我們中國就叫右白 對 右白 千世右白 就等於是我又說了幾句 白老師 你把這個開竹 你把草先生給你寫的一種 就是這個有變化嗎 按你剛才說的元代的時候 有元代的時候 有元代的時候 有有有有有 他是現代的說法 對吧 像建 他不會用什麼什麼大人的說什麼的 對 他那個考究也有考究 有有有 他這個都變化了 夾雜的現代的東西 已經沒有這麼嚴格的禮儀了 你要到 到民國的時候還有 早期還有 後來就越來越淡化 這個 像這個 一些格式上的東西 然後盾手 現在看到的是 就好像一個盾 像那個手就不見了 它不是 它連在一起 像這個 你看這個手已經沒有了 對 它一直這樣子 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習慣學 就已經是變成一種 像花鴨一樣 它就是一個習慣寫法 對 再敗 再敗的話 就是那個敗子 就是像 行書的行一樣 就是兩宿 就是一個敗子 再敗的敗 就是這麼 一下子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習慣 你要放在當中 不跟再連在一起 你就一定以為是行走的行 但是只有再跟再在一起 它就成了再敗 所以上下文就很重要 辯論 我再請問一下 對 對 西方的相對 這樣的書信 合適 它一定有 我的研究不深 你看過他們一些 已經翻譯好的書信集的話 就是 打印成的 他們也有他們的書信文化 有一定的規矩 但遠遠沒有我們這麼繁复 遠遠沒有我們這個繁复 首先他們很早以前 他們就是 uncle就一直把你叔叔 舅舅 伯伯 全部都一個叫uncle了 那我們這個距離的話 跟叔叔寫和伯伯寫完全不一樣 對吧 距離的話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稱謂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是比較複雜 遠遠比較複雜 所以中國的這個規矩 過去就是非常多 我們這個規矩呢 現在越來越簡化了 這個也是受到 近現代的西方的衝擊 變得越來越講效率 變得越來越講效率 你搞這些東西 其實就比較繁瑣 一個人要搞很多套路 你再熟悉 也是比那些要慢 就是 你這個東西太太慢了 所以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越來越效率 包括我們現在的微信呢 都是越來越方便 所謂的 方便的當中也犧牲了 就是我們講的美感 那現在這個現場的拍賣行情 怎麼樣 拍賣很好啊 局勢貼 現在有爭議 爭拱的 所謂爭拱的賣了多少億 賣了2.5億啊 2.5億人民幣一封信啊 這麼大 是文物的 是文物啊 是文物啊 宋代的 北宋的 但是現在考中的 還沒有證供的 所以是有問題的 是北宋的信 但不是證供 工夫貼 工夫貼嘛 工夫貼是 六千萬吧 大概七百萬美金嘛 七百萬美金 七百萬美金 你能想想看 你可以想像嗎 2.5億 什麼概念 相當於 四千萬美金 不到一個 一封信 一張紙啊 中國人 王忠君買 王忠君 華裔的 華裔兄弟的王忠君買的 王忠君 不過我是到江澤那些地方 真是感覺特別明顯 不說別的 就北京以前不怎麼管 那些門禮兒 什麼字兒 什麼爛字兒都有 到江澤呀 那些地方 安徽 那些哪怕小城 它那個門禮兒 那個字兒 全都是漂亮的 就是以前有功底的那些東西 這東西 嘿嘿嘿嘿 你覺得 這個 那個 醫生的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比如說 我們這個 這個 鋪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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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對 您說的就是 您說的就是 用那些書品來寫 比如給長輩子 對 但是王熙之那時候 他似乎全都是寫草 那時候是因為書品 對 沒有像後來越來越繁複 越來越繁複 越來越繁複 對 越來越繁複 對 他似乎全都是寫草 越來越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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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還有問題嗎 我很喜歡 特別生動 講的 嗯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